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肖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放了两天假回来了 那今天整个台北股市的走势 其实应该算还可以接受了 指数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整个台股早盘开高之后 还有涨100点 那接下来台北股市就开始走震荡 那目前只有小跌差不多40点左右 那以今天的盘式里面来看 量能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增温 因为目前是3000亿左右 那预估到收盘快接近4000 也就是说台股今天看起来 它反而还是有点量 可是以这种盘来看 有量 可是下跌的加速都比上涨的加速多 比方说上市 跌700多加 涨236加 上跪跌500多加 涨不到200加 也就是说今天有这个量 可是买盘没有很积极 那会有这种情况 我是觉得应该跟这两天 我们放了台风价之后 今天开盘又是礼拜五 所以整个市场可能会稍微观望一下 这算合理了 那当然台股到这个时间点 指数就横在这里 好不容易过了季线 涨个两三天之后就开始震荡 那目前季线它是手稳了嘛 对不对 那重点到底有没有机会往上钩 对啊这到底要怎么去看 其实我们从今天的盘面来看 卖压最重的应该是在航运类股 对不对 跌了6%多嘛 因为这些股票一开盘就开低了 开低之后呢就打到跌停嘛 对吧 那因为美国码头的罢工 应该是告一段落了 那当初你去做这种 跟消息面比较有关系的股票 应该要有心理准备了 因为美国码头罢工嘛 股价往上涨嘛 如果说你后面再来去追的 可能就要注意啊 这消息面只要一结束 股价就跌下来 好这算合理的 可是就算今天航运类股啊 跌了6%多 可是你看台北股市的走势 它并没有让我们看到大跌 可是重点是 它有没有机会往上攻嘛 到底现在这个盘要怎么去看 好我们来看 其实要去看这个盘 还是要去看一下美股最近的表现 其实我们有 大致上有 两个交易日跟美股是脱轨 其实你从这两三个交易日 跟美股脱轨来看 美股的表现 其实今天台北股市这样走 它算合理的 你注意看 因为道琼 创历史新高之后 就一直维持在一个区间 不过它也没有破线 跟台股比较有相关的是科技股 那科技股呢 像以高科技股来看 现在也是首稳在月线 也没有让我们看到破线 好现在就是维持在一个区间里面 另外一个就是肺半 肺半也没有大跌 对不对 那尤其这两天 应该说这三个交易日 肺半的跌 肺半下跌差不多不到1% 大概0.9%左右 所以你说台北股市今天有这样的走势 我觉得是合理 可是重点是能不能往上攻 那能不能往上攻 我们要去看美股有没有机会往上攻 因为台股跟美股算蛮密切的联动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 美股其实近期没有上涨的原因在哪里 我讲这几天陆陆续公布了一些经济数据 我说一下你去仔细看那些经济数据 其实没有差 什么叫做没有差 你自己看 礼拜二的时候它公布了PMI指数 ISM制造业指数 它出来数是47.2 我们这样看到是连续第6个月萎缩 对不对 可是47.2跟前面8月份 它是持平 那当然这个数字在50以上 它算是比较繁荣 50以下就算是比较萎缩 那连续6个月都在50之下 所以目前看起来没有持续的恶化 跟8月是持平 对吧 这是制造业的指数 你再仔细看 非制造业的指数 反而是飙升到54.9 而且这是创一年半以来的新高 所以我说从这两个数字来看 制造业的指数虽然是还没有上50 可是非制造业的指数它是上50 而且创一年半新高 所以你不能说它不好 当然现在唯一的变数 唯一还没有很好的就是制造业指数 还没有上50 可是从这两个数字里面来看 没有不好 但是最起码反正你不好也是持平而已 那再仔细看 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就业上面的问题 上周 昨天公布的上周出领事业就基金人数 上升到22.5万 然后高于预期 市场预期原本是22.2万 结果是22.5万 然后多一点点 那为什么会多一点点 其实有可能跟美国现在有个飓风在 也有跟码头罢工它是有关的 因为现在职位空缺数却超出预期 这代表说你要找工作不难 你要找工作不难 问题是你出领事业就基金人数 又升到22.5万 这代表着说这两个是有矛盾 所以目前看起来失业率也没有那么的差 所以现在唯一去解释说美股为什么没有涨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我说所有的东西里面有一个 我没有办法跟你确定 就是到底中东的冲突是怎么样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中东冲突升级 对不对 什么以色列证实什么对伊朗发射导弹攻击 那这些东西到目前为止来看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它 有没有再持续再往上升 因为目前市场的看法是这样 到底以色列会怎么去对伊朗去做报复 最大的报复就是攻击核设施 我是觉得应该不至于那么不太可能 因为当初俄乌战争的时候 也不敢去攻击核设施 所以这个时间点 大家会对中东的战争会比较有疑虑 所以美股在这个时间点让我们看到走区间是合理 问题是它没有走空 重点是美股有没有机会往上 对吧 好我们来仔细看 我记得放台风假那天前一天 10月1号礼拜二 那天我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礼拜照理来看 AI在后半周是一个发动的一个重要关键点 对不对 那我今天的测标就写了 那AI在这个时间点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多空关键 为什么还是在AI 我们来仔细看 其实从最近这几天美股的变化里面来看 我们发现美股也没什么动 因为中东战争的关系 到底能不能扩大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想没人知道了 那目前来看维持在一个区间里面 可是如果我们就从美国科技股里面来看 这几天看起来你看 废半这几天就差不多这三天 我们放台风假那天它跌 后来这两天涨 那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去越过台风假前的高点 对不对 可是重点是 如果你从这个里面的结构里面来看 你可以发现一个现象 重要的AI 其实已经有讯号 什么叫做有讯号 我们来仔细看 昨天黄仁勋有讲 辉达执行长黄仁开个进口 他说什么 AI练安 因为Blackware的需求很疯狂 大家都想要 都想要到最多 都想要 大家都想要 也就是说目前从AI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晶片目前看起来 需求是增加的 大家都想要 好那各位 我想黄仁勋应该不会骗人嘛 对不对 他说需求很疯狂 OK 好那我们现在回想来看 在我们放台风假前的时候 那时候北京政府施压说 中期不要去买辉达的AI晶片 对不对 好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了 会不买吗 如果你要你的产品好 你会不买吗 所以隔天的时候 美国放宽 向中东的出口 人工晶片的限制 对不对 也就是说开后门给他 那目前你看起来 那既然都开后门给你 那你现在整个AI的供应链 是安 你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需求很疯狂 对不对 需求很疯狂 好各位你再仔细看 其实这跟另外一个东西有关 什么东西 比如说在台风假之前 我们有跟各位讲过 美国加州否决了SB1047的法案 那这个法案 其实它是限制 AI发展的法案 但是这个法案 已经被去掉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尽量发展 好你可以尽量发展 所以现在整个AI 你看那个OpenAI的募资 其实都已经全部达标 而且还有更多 那可见说你目前在整个 目前在这个市场里面 AI的发展还在持续当中 你并没有因为 这个法案而限制住 有没有 我记得礼拜二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有一部电影叫做 魔鬼终结者 我们怕AI是不是太聪明了 到时候会把人类当敌人 那目前我们不用去想那个 最起码这个法案 没有过 所以否决了 对不对 所以AI继续发展 好 那你从这几天的走势 你就可以发现到 当整个AI的需求还在增加 所以 虽然你有中东的战争的问题 可是你注意看 辉达昨天的时候 涨了差不多3%多 我们刚刚有说 以费办的走势来看 现在费办的走势 都还没有越过 这三天的高点 因为这三天 是我们放台风架 对不对 好 你再仔细看 高科技股也是一样 那这些都还没有越过高点 可是现在美股的主角在哪里 你注意看 辉达的股价 反而是越过这三天的高点 而且开始慢慢有量 因为需求增加 对不对 你现在辉达股价 已经创这三天的高点 好 那重点来了 当辉达股价 都能够创这三天的高点 我问你 你说台北股是怎么点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辉达跟台积电走势 是一样的 所以 你再看台积电的走势 台积电 ADR有交易 结果台积电的走势 反而也是一样 创这三天以来的高点 对不对 好那我问你 台积电 如果说辉达能够继续涨 到目前为止 辉达需求是增加的 那现在辉达没有走势的话 你台积电也不会走势 那既然如果说辉达不会走势 台积电不会走势 我问你 你台北股市在这个时机里 你觉得台北股市走空了没有 因为你现在最起码 还有台积电在撑 对不对 那当然今天的盘势 会比较特殊一点 是因为台风价放个两天 然后今天回来又是礼拜五 所以市场可能说 那个买气没有太积极 所以让你看到说 今天怎么搞得 今天指数在跌 我觉得今天这样子 已经算不错了 因为美股在最近 这三天的时间里面 其实有跌后涨 但是都还没有越过 前面三天的高点 所以台北股市在这里 走区间是合理的 那重点是你台北股市 有没有去走空气 那关键点在哪里 就在这里 因为最起码你现在回答 已经越过这三天高点 你台积电 现在也越过这三天高点 对不对 所以你说你台北股市 这个地方你要去走空气 一定要有一个主流 那这个主流 当然你电子类股 它不可以缺席 我这样讲合理吧 你电子类股里面 到底什么样的族群 它去带动 这是我这几天跟他说的 AI很重要 如果说你去试想 如果说连AI都涨不上去 连AI都在跌 你说这个盘怎么上去 如果连AI都跌的话 这盘怎么上去 所以你说台北股市 到目前为止 它多头没有变 只是走得慢 走得慢其实也情有可原 因为美国的科技股 也走得慢 肺半也走得慢 可是如果你再把 今天的盘式里面来看 今天上海股市修市 还是修行 亚洲股市都还在涨 所以我说台北股市今天跌 目前为止来看 多头没有变 只是说你能不能去走攻击 AI就很重要 因为你现在在整个盘面里面 你一定要有个主流 这个主流里面 电子类股它不可以缺席 那你电子类股里面 到目前为止 你有什么样的哪一个族群 它能够带动这盘往上带 所以我就说 最近这几天AI很重要 当然你会说 老师你说这礼拜后半周 AI要涨 放两天假会有什么办法 但问题是目前来看 你从这个角度 你就可以发现到 挥打的股价 已经创成三天高点 这半都还没有 结果挥打股价 已经创成三天高点 台积电反而也是一样 创成三天高点 所以照这个角度里面来看 AI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倒认为 这几天你就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你台北股市 如果说一直横在这里 一直横在这里的话 当然只剩下个股表现 但是以这个个股表现里面来看 你现在回头来看 今天指数目前大概跌四五十点 没有很多 隔间最弱的是什么 反而是上跪 你说把这个资金 全部集中在那个什么 小型股 我说小型股也撑不了这个盘 这让你小型股怎么撑 它没有办法撑盘 所以反而你要去撑这个盘子的话 我觉得AI可能这几天要注意一下 我们来仔细看 以AI的个股里面来看 比方说 其实如果说从目前 整个技术面跟筹码来看 见损的筹码是最稳 而且技术面里面 它也没有破线的问题 如果说要找一个发动点 我倒是觉得 这档个股你可以稍微多加留意 因为目前它离季线 我们之前有说过 它季线会一直往下 你现在在那边维持区间 你现在维持一个区间 你季线往下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都还是有机会站上季线 那你目前季线在95块半 现在94.3 我问你差一块左右 会很难吗 你想一下 这样子涨个一块 它就过季线啊 如果说它能够站上季线的话 这代表说八月份 应该说八月份以来 这个底部就准备要完成了 那当然这两天是因为 10月1号礼拜二 大家都预计 应该会放台风价 所以量没有出来 那今天目前为止 量也还没出来 现在800多张而已 可是像这类型的股票 在量缩的格局里面 它还是守在一个底部 而且技术面准备要走攻击的时刻 所以我建议各位 这些稍微注意一下 只要对这档各 因为像目前离记线只差一块多嘛 一块左右而已啊 那这地方补个量 涨个一块 就代表说 这个讯号 它就要开始出现了 所以呢 台股接下来 有没有机会走攻击 好 AI是关键 好 AI是关键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是建议各位啦 因为最近这种盘式 你会发现从什么 钢铁航运硕化啦 全部都在轮 再加上电子类股也都在轮 可是这种轮动的格局里面 你资金没有那么多嘛 所以你看到涨的时候 你再去追 我又跟他讲啊 有的时候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啊 你是靠那个消息面 你是看消息面去做股票的 等那个消息面一结束的话 股价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而且到目前为止 你再仔细看啊 你说今天那盘面 你说那个卖压会很重吗 我倒觉得还好 还好啊 因为今天盘 买盘不积极 可是呢 卖压并没有那么的重 那当然除了航运股之外 还有一些个股啦 比方说啦 那些涨多的股票 震荡就比较大嘛 有没有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涨多的股票 你就不要随便去追他啦 有什么好追的 对不对 就维持在一个高档区间而已啊 如果你去追他 高点 看到高点你没卖 只是看得到吃不到啊 像今天有些个股啊 我冒脸 股价也是高档震荡啊 有没有 很多个股就这样子啊 股价都是在高档区啊 所以我是建议你啊 那高档的股票 你就不要随便去追他啦 OK好 那低档要怎么做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 AI要特别留意 因为这个牌你攻不攻击 AI要表态啊 如果说连AI都上不去 我跟你讲 其他股票你也不用做了 你也准备开始要调股票了 懂我意思啊 因为如果你指数都上不去 那你现在又是横在这里 如果连AI都走弱的话 这里就不能随便乱买 你说靠其他股票 其他股票也撑不了 OK好 所以咧 之前我们有跟各位说过 除了AI之外 像AI没完全动 但是我从9月20号开始 到9月25号这一段 我就跟他讲 除了AI之外 还有一个IC设计 对不对 那时候跟各位讲的时候 我也跟他说 有些股票提早跟你讲是 不用去追他 也没有什么好追他的 举个例子来说 当初我们在低档买的新糖 只要你成本够低 你不用担心了 到现在为止都要让你看到 已经开始上来了 你会说看起来涨不多 可是最起码如果你成本够低的话 这一段的过程里面 都已经差不多有10块了 那么一长 再举例来讲 当初低档跟你讲的系统 只要你成本够低 这类型的个股 到现在为止 只要成本够低 顶多在那边震荡而已 如果说这个盘势 还有攻击的这个机会 有些个股还会冲高 所以你尽量先把你成本压低 比如说看他那个涨停也要 那个涨停也要 每天都看到一堆老师跟你讲 你看我这个涨停 那个涨停 没有预告过 都是涨停板的时候 那天才跟你讲 你看我的股票涨停 涨停也不拿抗讯出来 到底是什么 你自己去思考 再举个例子来讲 当初我也跟各位讲过 敦泰 那时候80块半附近叫你买 对不对 到今天都还在创新高 到今天都还在创新高 你再仔细看 老师今天留上影线 拉高的时候 我已经先卖一半 我说我们第一档买 就是准备拉高的时候 我准备获利调节 所以那时候我们把成本在这里 今天拉高我已经先获利一半 我有什么好担心 对不对 只有 大家都想低买高卖 每次低档不买 等到拉高之后再来追 等到追高之后 有些股票就算让你看到高点 你没卖 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像这些股票 我们都低档买 像这类型的个股 跟我们之前所有的操作模式 都一样 全部都是低档买 涨上去之后 我们再慢慢获利调 对不对 这个股都一样 低档买拉上去之后 我们再获利慢慢获利调 好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个股 我们来仔细看 我们刚刚说 如果AI动不上去 或者是你AI跌下来 这盘你也不用做了 回答股价能够创新 创三天以来的新高 现在需求又增加 如果说你去试想 如果说你有这样的基本面 你现在市场需求很夯 如果你有这样的基本面 结果呢 你有这样的需求 结果回答是往下跌 那不用讲 你这盘就不对了 对不对 那目前没有 那你既然 回答有机会往上涨 你台积电有机会往上涨 我说你AI的个股 接下来就是 另外一个轮动的一环 那如果说你前面 不管你是什么 IC设计没做到 或者是其他的个股 你没有低档去买的 我说你也不用去追它了 举个例子来讲 你要怎么追 当初我就问你 那时候我们在这里买 买完之后已经标四成 那你既新加入的会员 我跟你说 这个地方你在买 你会愿意吗 那已经标四成 你还叫我买 对不对 所以我跟他讲 涨上来之后 就能跟你维持区间 像上礼拜 9月27号都来让你看到 创新高 可是我也跟他讲 后面给你赚了 不要了 结果你去追看看 留一个长上 你先就下来 我再举个例子来讲 你看这些股票 开高手低 那怎么办 就不用去追它 所以接下来 后面要轮动型的个股 比方说 如果你资金比较小的 像那种四十几块的股票 其实这也是属于AI的一环 跟AI相关的个股 那像这类型的个股 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 整个8月份 就是维持在一个底部形态 其实在今天已经开始 慢慢有一些要补量 要准备突破的迹象 所以这些比较属于偏中低价 或你资金比较小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 像这类型跟AI相关的股票 它也是后面准备要走轮动的 好不好 不知道怎么做的 我是建议各位 跟着一起来 不要看到涨什么 你都要 这个你要追 那个也要追 没有那么多资金 所以我们现在有个超值优惠 168的方案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带我回来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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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好 欢迎回到现场 放完台风价回来的台股 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还有守住支撑 但是重点是 你这样的震荡盘 到底是涨还是要跌 那当然美股很重要 那我们有跟魏讲 其实在这段期间里面 AI是蛮重要的关键 因为像辉达已经创这三天以来的新高 那既然你需求增加 照理说你辉达不会跌 如果你连辉达都跌下来 那代表盘是不对 那目前辉达短多 已经开始慢慢出现 台积电也开始出现短多 也代表说 这都有撑盘的效应 所以接下来 有关AI相关的个股 可能要留意一下 有些股票 目前还在低档区 赶快跟着 先上车卡位 好不好 那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欢迎你跟着一起来 超级优惠168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礼拜一见 拜拜 肖春元老师声明书 进来网路诈骗猖獗 盗用肖春元老师照片及简介 收取不当之会费及开课费用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不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资公司电话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